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复咳嗽咳痰超过半个月以上 最好到医院做个胸片或者CT检查 排除一下有没有肺结核 其次有肺结核的人 他的体消耗是比较大的 容易出现消瘦 如果出现了明显的体质下降 体重减轻消瘦的症状 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三方面就是得了肺结核 会容易出现反复的发热 一般这种发热 多数于中午过后下午 出现低热 甚至发生倒汗这种现象 如果经常出现这种午后低热 倒汗 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严重的肺结核 可能出现全身的全身发热 高热 严重的感染 主要常见的肺结核 常见的一些症状就是这些 如果说出现了上述症状 及时到我们医疗机构 找医务人员给大家看一下 结核 我们下集成的肺结核 后来玩 我们下集成的肺结核 预设 今时到没有那个症状 还是准理症状 这个时间 从你这帮小 oni 稍微小闹 你们做事